《恆大系》 其實原本《布市》也要說一說 因為《恆大系》也有一個 已經由財經新聞變成社會事件 因為他們旗下的《恆大財富》 就不能夠如期對付這個理財產品 這幾天有些投資者和《恆大》的員工 就去到《恆大》的深圳總部大樓抗議 要求恆大償還貸款和對付這些金融產品 同時在那些混亂期間 也有高層承認了 他們在出事前 已經將部分的理財產品 已經對付了現金 阿士斯問恆大系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你 你覺得恆大衰夠了嗎? 最後會不會除牌呢? 另外他說內房股會不會有很多 這一類的炸彈 其實他持股就不是持有恆大系 他持有2007的 他說你怎樣看呢? 其實就逼桂圓相對地好一點 Garing Ratio沒有那麼高 還有為什麼很多內房出現一個問題? 主要都是來自內地的三條紅線 我們的三條紅線怎樣得出來呢? 當然是他的債務問題 但怎樣算出來呢?就是 一個方法就是計算 Garing Ratio 扣除現金有多少負債 整體資產 其實最拿命的就是因為有一個計法 就是他扣除了一些賣樓 就是賣樓帶來那些 我賣了樓的預售金額 他要不計算的 因為內地擔心你萬一交不到樓 你太快就好像恆大一樣 要扣除一些錢 或者你要流動性 不斷靠賣樓 他們覺得不健康 你會助長一些人去炒樓 所以突然間設置了這條紅線 為什麼內房這一年出現這麼多問題? 就是這三條紅線 就是低負債當然是好事來的 但是為什麼會導致 你會導致整個內房 有一個緊縮性問題 賣樓賣得好 你又不計算 問題就是會導致 很容易缺乏流動性的情況 但是問題就是 現階段 流動性問題就是很氾濫 可能這間公司本身 我想說的 碑桂燃有好處就是 在幾年前 他因為賣樓賣得太快 早就已經停了 所以這個風險對他們來說不大 大部份那些紅線樓下 但是就不代表 不過這些我們只能夠守 就是希望恆大 你反而是想恆大希望快點爆 整個風險搞定了 但是不是就想它能否解決 主要是它能不能夠做債務重組 但是這個東西很棘手 短時間一時三刻 因為現在內地處一個狀況 就是便宜買樓都不行 這個也是很尷尬 內地的政策很難搞 所以我覺得如果2007 我回答你的問題 拿著怎樣算好 看你幾次買 8.3 近期這些水平買 其實老實說有一定直播 我會告訴你 我內房股現在放在我的watching list裡面 是 我會留意內房股 你等它跌到幾時買呢 不是等它跌到幾時 TB低了多少 不是等它跌到幾時 是等恆大 幾時真的解決到問題 是 所謂解決問題是可以包的 是 你可以做債務重組 它不一定要delete 可能股價跌很多 是 但起碼風險 消除了 是 就買一些 真的在三條紅線樓面 全部都是綠椅的 是 碧桂園其實是在裡面 是 還有呢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華雲智地 中海外 這類型股份上 你都是想一些藍醜那堆 即市值比較大 不是市值比較大 問題是負債水平偏低 它們也不是很激烈地賣樓 向來都是以穩健為主 現在內地是求穩健的 我最喜歡華雲智地 但問題是華雲智地的圖相對比較好 因為問題是夠穩健 又變相股價跌得相對沒有那麼多 譬如華雲智地 你會想到28元那些 我會覺得很吸引 但不是等價格去到幾時 你是等 你是等實際上整個恆大事件 幾時都可以 恆大仍然處於一個膠著狀況 每天都告訴你 我不會違約 財務不實大 我的問題現在連本都還不到 它的跌幅風險是不斷增加的 當它真的爆發了一段時間 到時候看就是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衝擊